行會召集人應該是特首的顧問 行會召集人和其他行會成員的分別 就是他和行政長官應該很緊密合作的 包括行會議程和怎樣對外解釋政策 或者安排哪些同事解釋不同的政策 這些應該和行政長官很緊密合作 當然我做公務員連做主要官員都接近30年 我對政府架構程序都非常熟悉 而且很多官員我都很熟悉 以前都共事過的 對他們的思維都很了解 希望這樣都可以幫到行政長官 新政府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土地房屋的發展 推動北部大都會 就是可能有很多條例要修改 要撥款 都是需要和立法會緊密合作 才做得快些 所以我已經說了 我相信我們有七位成員 是七個政黨 立法會成員在那裡 應該不會改的 例如廖長江蓋都只是我們的班長 他一定在那裡 又劉業強是代表鄉議局的 其餘民建聯工業會新聞黨自由黨經文聯 一定有代表在那裡 這次立法會代表就多了陳建波 一來他是資深的財委會主席 二來他也可以說是代表 立法會內沒有黨派的成員 因為我們立法會有很多板塊 也都有板塊是所謂沒有黨派的成員在那裡 他們也有經常溝通 是表達意見的 有波哥代表他們現在是好事 我們將會有幾位醫生 李國章醫生 林靖才醫生 以及高詠文醫生 由此可見 醫療的工作是怎樣抗疫 或者是怎樣改革 還是否多用一些新的遙距醫療 醫管局應該怎樣改革 這些一定交給專家去解釋 我相信我們到時會有個分工 其實行會裏面有很多位成員 都是政黨主席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給意見就是根據我們的判斷 我們的分析 向行政長官提交我們最佳的意見 就不等同說我們推銷自己政黨的立場 所以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還有過往你都看到 有些政黨如果它不贊成行政長官一些政策 就好像最近強斥金對沖 它的黨裏面的行會成員應該支持政府 但是它的黨其他人士就可以提出要求點票 和可以反對 過往有時候有些人看到我批評一些政府政策 一來是應有之意 二來就是其實很多政策是沒有經過行會的 行會成員最重要是要支持行政長官會 和行政會議集體通過的政策 如果政府有些事情是沒有諮詢過行會成員 或者根本沒有討論過 那我們發現是有空間的 其實作為立法會的成員 我們數來都有責任監察政府的工作 譬如政府要求撥款 那些開支是不是過多呢 政府要開設一些職位 那是不是增值有需要呢 那這些工作我會繼續做的 但如果遇上有重大的政策分歧 我一定會和行政長官先商討 或者向我的意見 將我的意見向他表達 就不會公開出來披露 被人覺得過堂行政長官很多事情 看法是不同的 那做了行會召集人 就正如你說 一定要調整那個發言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見你是行會召集人發言 譬如你說疫情感 他可能已經不會是政府政策 所以正如你說 法言是要給以前的特質 和要調整我的角色 那行會召集人 可以除了幫政府解釋政策 還可以每次開會的議程 給一些意見給行政長官 即是有些議程 那些官員可不可以還未準備好 其實還未完全想清楚 那些議程 如果我說可以早些知道 可以和行政長官說 今次65點多 即是全靠陳特勤拉低了 譬如不只在香港有這個心理 就經常都說要 年輕一點的加入政府 我們歡迎年輕人加入 但是在政治是需要磨練的 其實你們看一下美國 他們的參議員是沒有退休的 而且很多都非常年紀大 有很多位參議員 很出名的參議員 麥凱恩那些 他們差不多做到自己是病危 才不做的 加州的參議員 Diane Feinstein 她應該起碼都86、87歲 年齡又不是問題來的 你只是說我們資深 應該用資深來看我們 因為香港其實內外環境都很複雜 這個地緣政治的環境是很複雜的 特別是有烏克蘭的戰爭 香港都要準備會不會有金融風暴 金融危機 所以我們多些有經驗 了解這個聯繫匯率的制度 了解金融思想的人士有很多 不可以視為是過度年長的 年輕人就可以駕馭合會的工作 你很忘記解是沒有這位 的精神 我都好感到 你的攝影機 上賞 軟梱 你真的如何